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昨天杜美爾的表演相當出色 鬥志亦如虹 我介紹到個人的心意也有選到極速王 對那隻好德威退出了,對這隻極速王是有點利的 那我就變成好德威一退出了,我也免得補馬 看看這場的發揮是怎樣 這場馬的發揮,我覺得發揮得很好 因為這隻極速王曾經是 大家都看回那條座宇 我忠心勇士回答跟書給忠心勇士的那一段影片 其實他的速度是可以咬住忠心勇士三個馬位 沒有被他扔掉的 那好德威如果一退出了,我以為他 十當都可以搶回快一點 因為有好德威在那裡,他未必肯和他一起放 變成可以跟前一點 這場可以跟前一點 道美爾做得到 變成可以贏馬二會 極速王一出閘,其實是先彈出來的 推幾步,道美爾都很積極的 另外那隻,現在又拍到外面 因為始終都外檔,在五位 現在都走二碟 再留意一下徐宇石那隻 師弟那隻薄馬 師兄那隻童話又怎樣 黎凱榮哥哥 極速王其實咬住忠心勇士 德勝門,美麗甜心 那些其實已經去到很高分了 所以這個步速其實跟前一點是做得到的 不過是十當影響了 這裏那隻童話一來 兩師兄弟 丁冠豪搭徐宇石 想著還不發財,我也有買的 真可憐 那隻極速王和那隻童話一起拍馬 一起發力 兩個約馬一起走外檔 其實昨天外檔追的馬 都不是十分好的 所以可以抹下這幾隻馬 優柔王也有中的 其實都中了 所以就 看看杜美爾後來那幾步 我喜歡他 其實他的步速智慧不是很高的 但是他推騎的幅度 是比較頻密的 也夠力的 所以他就很硬 這一場就看了 再看看那隻 羽龍共舞 我都說這羽龍馬 用得杜美爾不是講玩的 行不行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鬥智就一定有 十幾倍都刃進來刃進去 現在是藍三那隻 杜美爾的步速智慧不是很高的 還有走位有時候都是走蝕 但是呢 就變了他的狠勁和鬥智是好的 有時候都不要得那麼多 他始終都不是說 在香港來說最一線的騎士 總之是交到貨有餘的 總之是交到貨有餘的 現在的線路光輝在這裡放 他自己守住在尾四內蘭 省了位 其實這隻馬都咬緊牙筋做功夫的 何良不是說玩的 放過杜美爾上去他們很少合作的 突然間放過杜美爾上去 就知道是想組裝的了 行不行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有鬥智在這裡當然是愛 可惜就是贏不到馬 給了那隻合拍威龍更懶的劏 那就沒辦法了 何良都耍手令頭 現在都守在內蘭尾爾 現在都開始動手了 那隻綠色有魂夠失望 莫雷拉先生 這隻羽龍共舞 哇一步不蝕 現在兜回去二跌就傷了 全樽到江徽 她想到一種就當 democr 誰知道她又用一個合拍威龍在外面 在外面 不停在左手繡上 那隻羽龍共舞都沒有表現 也沒跟上明時惜一樣 這隻羽龍共舞 其實二班是足夠增性的 加一個硬的騎士功,有徒弟仔也不用 黎凱榮也不用,放到尾也有圖謀 再看第二場,第二場的士必獲利 我都買了他獨贏的個人,但他跑過第二 我都不會說他跑得對還是錯的 不過火八俠實在太強了 還有士必獲利也一把年多 現在咬著位置都很漂亮,守著內蘭位 發揮這隻馬都是這樣跑的 他跑得好都是黏著內蘭一段 誰知火八俠,季初沒有跑過熱身 大家一出來就已經落飛得手 這隻士必獲利跑盡了之下 都只是個胖子就沒辦法 有時候跑馬就是這樣 買WIN他就跑Pay 但是鬥志就沒有懷疑 方家拍也沒有跟杜美爾合作 突然找到杜美爾也不是開玩笑的 只可以或者火八俠,我都預料他未必能放出 他真的放不到 但是莫雷拉奇這隻馬 大家可以看看賽職 其他利寶利擺都是放在前面均速走 是莫雷拉一場可以剷到後勁出來 真是很奇怪,人甲馬園 就是輸了給這一半 你看到前面的動手 這裏不敢怠慢 你看他的手的推騎 都不是開玩笑的 看到火八俠主要對手走 就不斷追 邊打下去又夠狠,又推得好 但是火八俠實在太強了 你看他的步 那隻焦九馬五 又是這樣的步法 你看羅庫泉會不會走來快捕穩食 焦九馬五也是要步處長 那你士必獲利都跑進了 再看這場 第五場 看看為什麼被人罰款 這隻常拼常升 現在都是走在內面 其實這隻馬 迫到前面幾步 其實他都是退回去的 前速真的欠奉 這隻馬是不行的 這隻馬的局限性能 就是有制爪 接著再推出外檔 其實有很多馬 昨天推外檔都不太好 推到外檔 而跑得好 大家就可以記下他 前面 即時行樂 其實我看到 杜美爾在這個位置 都心之不妙 自己都知道 都是窩可 看了頭幾場的跑法 都覺得這場馬 在這個位置 再推出去 都應該沒什麼運限 但是這場馬 杜美爾 都不是講玩 很難的 他邊邊打下去 殺到盡 苗麗得鬥志 又好 他鬥志 又好 終於被人罰了五千塊 因為馬的腰 被人發現有鞭痕 這裏開始動手追 嘩 你看 他的手又來了 他的推騎幅度 我都覺得是比較喜歡的 他推到這個位置 就沒辦法 這裏已經知道輸了 沒得說 那隻一鋪成名 羅富泉又是樂菲第一次出 即是季初初出就得手 羅富泉起了個孖寶 常命常勝 那條舌都頂不住 騎到盡 打到行 走不住 足夠進不到位置 比較失望的一隻 但是這隻馬的跑法比較局限 都不能怪騎士 要怪就怪這一場 但是他拆騎指示叫他擺前 清福 清福大家都熟悉這隻馬 不是這場第三場 清福 大家都知道這隻馬 就是擺守著中間五六位 他這場就不斷擺 但他拆騎指示叫他擺 究竟是他的問題 還是拆騎指示問題 不知道 回到來就說力弱 現在跟著是二位 沒試過這麼前 獸神我不會理他 他一向都沒跑過 看到沒什麼報速就放前一點 可能清福也是這樣想 這場也沒什麼報速 不如放前一點 最後兩隻就在這裏 我不會懷疑他的鬥志 但是那個形勢 可能他也想不到 那隻獸神會放的 變成兩隻在這裏拍著燒 就沒辦法了 22秒7 這裏拍著 這裏拍著 就知道有時候 你看到那隻腳 又不轉腳 這裏才轉 都沒有力了 那獸神 更加 都是這樣 這隻馬 看看會不會再縮情 清福就這樣 就輸了 這裏拍著 這裏拍著 其實也是一個 幾十正的騎士 雖然他在香港不是一級騎士 但是 有一系人馬 一用得他 就真的 上季的跑得威 我都跟大家說了 變成 就是 就是 殺手 那隻羽龍共舞 博不到 那就沒辦法了 跟大家分析 道美爾昨天的表現 我不敢評價別人的騎工 但是 我欣賞他的鬥志 也欣賞他的騎馬 有時候的狠勁 南非騎士出名 夠狠勁 夠手力 有時候雷城 馬街線 馬偉昌 那些都是這樣的 變成 他都是一貫 南非騎士 而他也是 比較全面一點 比起 高雅志 只是鬥後勁 他都可以 叫做 再好一點 那我就覺得 有時候他 有些賠率上 都是比較好分 是直撥一點 跑馬 都是選擇直撥 有時候 如果他看到有些大樹遮蔽 這些羽龍共舞 在出擊 就是一個超賠 如果放一個木裏 拉下去 你會得到多少錢 跟大家看了 昨天的表現 都覺得這個騎士不錯 多謝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 按一下訂閱 按一下小鈴 那些廣告不太討厭 就可以有空去看看 希望下個賽日 都可以為大家發覺到一些難碼 多謝 拜拜